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金龙雷 最近这段时间,雷雷经常在某博,某鹰,某条上看到一些奇怪的推流 一会儿是小伙执发重新美丽人生,一会儿是大树执发赢回了幸福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暗示我一些什么 平常有看到过这种推送的可以扣个1 我想看看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被神秘的力量选中了 不过在如今这个20岁就要开始养生30岁人到中年自嘲的时代 大家对于脱发其实表现的不再这么遮遮掩掩了 三天两头我们都能在热搜看到一些令人头突的相关话题 引起一堆人的共鸣 但虽然在表面上大家对脱发问题坦坦荡荡 但背地里还是小动作频频 根据统计几年来防脱洗发水生发精这类的产品 在电商品类的护理类目一跃冲上了销售冠军 另外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中 90后占比36.1%已经基本持平于80后 00后也不要偷笑啊 按照这个趋势再过几年在这个榜单上 00后也绝对会榜上有名的啊 除了护发产品 某宝平台上的假发片假发套等等 晚尊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飙升 但是对于一些脱发相对比较严重的人来说 每天戴发片或者发套非常花费时间 这个时候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直发机构 也就是雷雷开头提到的那些神奇的广告们 背后的投放商家 那么直发到底能不能成为 头突者最后的救命稻草呢 今天呢我就来深入聊一聊这个话题 上个月啊有个直发人秃头男子 状告直发机构败诉的新闻登上了热搜 在制作这篇内容之前 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位当事人李成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惨痛经历 李成啊多年来被头突困扰 最终下决心花了两万多去备身医疗机构直发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流程 从后脑勺取毛囊并移植了4500个单位 又扎针又吃药的 本以为头上稀疏的毛毛可以重获新生 结果一年之后 头顶的发量依然像以前一样 阳光之下更是一片光亮 直发的地方如此也就算了 现在连原本发量正常的后脑勺 也因为被取发而变得稀疏 实在是前发凉空 于是气愤的他把被身医疗告到了法院 要求赔偿手术费和精神损失 但最终却因为直发这个领域 没有鉴定机构可以对直发毛囊存活率 进行鉴定而败诉告终 虽然此前双方签署了一份 直发手术保障协议书 其中关于存活率保障 表明了机构保障毛囊的存活率 不低于95% 但里程为何还是败诉了呢 因为后面还有一段说了 如果客户进行直发手术12个月后 因手术技术及操作因素 造成的毛囊存活率未达到上述标准 经鉴定确认后 本机构可进行免费修复或退还未存活部分的手术费用 所以直发机构一口咬定了一个说法 就是直发手术没有绝对的标准 只要相较于之前情况有所改善 就算手术成功 真的去较真纠结毛囊存活的意义是不大 也就是通过这个事件 累累看到了直发行业背后一个非常大的逻辑漏洞 直发成功与否完全依靠机构目测 还有所谓的毛囊检测也是靠目测 另外司法鉴定12345医疗纠纷调节委员会医学会律师 都没办法做毛囊存活的检测 那基本就可以理解为直发机构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 整个直发手术做完成不成功 只在于商家的一句话或者几张图 那消费者的利益又如何保障呢 那到底是只有备身医疗如此 还是毫无保障的风险 其实是直发机构的普遍现象 恰好啊 雷雷团队里有一位饱受秃头苦恼的小伙伴 他在我的巡选善诱之下决定亲自到直发机构去看一看 这个风险非常大 走访了几家直发机构之后 雷雷发现这个行业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乱象重生 我们去的第一家机构大肆宣传3D直发的新技术 而第二家机构又推心致富的告诉雷雷的朋友 3D直发完全就是忽悠人的 另外在提到如何鉴定结果 一旦直发失败能否退款的时候 这些机构也都是含糊其次的表示 可以通过他们自家的鉴定或者前后的图片对比 确认直发是否成功 所以后期效果我只能给你看看 后期效果麻烦能否是比较长远的吧 那你最坏最坏的结果就是它长得不是很多 那没关系啊 长得不是很多 你再把它加密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退一万块来讲 你长得不是很多 它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危害 直发的收费一般是按照毛囊的移植数量来计算的 一般单个毛囊的费用是10到30元不得 虽然大部分机构会提供移植手术的视频记录 但其实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第三方效果评估标准 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到消费总体花费的移植毛囊数 其实完全是由商家说的算的 说到这里啊 累累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护发和直发的一些大坑 首先啊 人脱发的原因有很多种 长期熬夜 精神压力过大 或者心情抑郁都可能诱导脱发 这些类型可以暂且放心 都是暂时的 即使不借助任何生发的外力 也可以因为调整一下心情 头发就变得有救了 那另一种比较惨的就是雄性激素原性头发 它是由个体内的激素和基因共同造成的 换句话说就是秃头基因 外力手段非常难干预 对于男性来说 90%的头发都是雄性激素原性头发 市面上常见的防脱洗发水 根本不管用治标不治本 头顶额脚都是第一批受害部位 严重的往往会蔓延到前额 最后只剩后脑勺的一小片头发 因为后脑勺的毛囊相对粗壮密度大 质量好不太会受雄性激素的影响 所以它们也是最顽强的 这也是大家经常看到的所谓地中海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 那是要掉头发呢 所以要是前额的毛囊也像后脑勺毛囊一样强壮就好了 基于这样的想法 直发就此诞生 不过它并不是让前额的毛囊变得强壮 而是拆东墙补西墙 直接把一部分后脑勺的毛囊取下来 种到秃了的前额去 这个在农业上叫移植 在脑袋上就叫直发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得了直发手术 首先后脑勺的头发要足够的多 东墙要有富裕的砖头才能拆了去补西墙 对吧 像那种拳头都秃 或者后脑勺头发也不富裕的 那就做不了了 其次患者不能处在一个狂脱期 因为后脑勺的毛囊是最好的毛发资源库 种植后成功存活就不会轻易脱落 所以如果患者还在狂脱期 那么可能结局就是原本的头发都掉光了 但种上去的几根还在 只有患者在脱发相对稳定的时候才是直发的最佳状态 最后直发手术结束之后患者还要后续吃药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抑制雄性激素产生的药 这样才能留住原来的头发 不让直发显得那么的突兀 但这个药会伴有短暂性的BBBBBB等一系列东场型副作用 就算上面的问题都能克服 但直发手术它大小也算是个手术 是手术就没有百分百的安全 一种是手术失败的风险 比如直发手术过程中发生医疗意外 一种是达不到效果的风险 比如直发后毛囊存活率不足继续秃头 而各大直发机构却有意无意的把这个风险忽略掉了 宣称自己的毛囊存活率能达到95%以上 手术失败可以走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但其实所谓的毛囊存活率根本无法检测 根本没法量化 头发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直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尤其是在父权社会的古代 毛发被作为男子气概的象征物 强行放大了和人之间的联系 虽然现在也有很多类似聪明脑袋部长 毛图顶是成功人士的象征这些话 去激励有此类困扰的朋友 但是毛毛对于每个人来说 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谁不想拥有茂密的头发呢 因此脱发往往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 可以说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而这种痛苦一旦遇上了 谁都无法逃脱 上到血脉高贵的英国王子 下到NBA著名球星 秃头是如此的公平 无论人种肤色有钱没钱 都能做到一视同仁 您能力渡中有点火 他还将带去 再给我 养成序